花蓮是一名黃心男子 因為和朋友產生心結 加上有債務的糾紛 居然在同一天犯案兩次 先是下午跑到人家的名字載去砸車 事後不久又跑去砸店 並且持鈍器來攻擊 囂張的行徑全部被監視器給錄了下來 找警方依恐嚇回准案 移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一名男子身著黑衣黑褲 拿著一把鈍器 看到民眾停在路邊的紅色轿车 就是一陣猛杂 不只車門和板筋被敲凹 車輛後方的擋風玻璃 更是直接被敲出一個洞 案件發生於14號下午2點 花蓮市建國路一處民宅前 黃心嫌犯伙同友人 一人把風 一人就這麼手持武器攻擊 無錢的轿车 就是那個吧 就是跟你有糾紛那一位吧 不是 他叫人家來的 黃心嫌犯不罷手 馬上又於同日下午5點 前往花蓮市國興舞街 同一被害人經營的工程行 火同友人手持武器 攻擊店家玻璃大門 和停在店家前的汽車和機車 造成機車後照鏡斷裂 以表板破損 汽車的擋風玻璃和車殼破裂 花蓮分局接貨報案 發現同一天兩起案件 被害人竟然都是同一人 根據了解 黃性嫌犯平日打零工 與無性被害人手勢 但由於兩人有債務糾紛 被害人又常用大哥一口氣說話 讓嫌犯心聲不滿 黃性嫌犯先是於11號深夜 用雞蛋炸被害人的車輛 這被害人未報警 就在14號再度活動友人 前往砸車洩憤 本分局宣及組成 專案小組並向花蓮地檢署申請拘票 案件本分局及新城分局 共同申辦 後於16日下午5時局 棄貨黃性犯嫌一人到案 另一人已掌握身份 將持續查棄到案 警方在新城鄉棄貨黃性主嫌 並鎖定另一名共犯 訊後全漢將依恐嚇回損罪 已送偵辦 記者郭品佑徐立晴 花蓮報導